習近平貼心人王滬寧 30年前寫的一篇舊文 近日,詭異地在網絡熱傳 文章指前中共黨魁毛澤東 獨斷專權、發動文革 為中國人帶來深重災難 有分析認為王滬寧此文 有借股奉金暗算習近平之意 此為自己開脫罪責 將中共陷入危機的責任 全部推給習近平 也釋放出習在黨內權力不穩的信號 近日,王滬寧任復旦大學政治學教授時 所寫的一篇舊文 《文革反思與政治體制改革》 突然在網絡熱傳 文章指 文革為中國人帶來深重災難 各民有理由不時反思這場內亂 以防止災難再次發生 王滬寧在民中特別強調 要從政治體制的角度來反思文革 由於沒有健全的民主制度 而黨的領袖對黨又有絕對的領導權威 令黨的領袖初五發動文革時 黨內幹部和黨員已經無能力阻止 觀察人士認為 王滬寧這篇舊文突然再度流傳 而且沒有被封殺 頗為詭異 恐怕是主管宣傳口的王滬寧有意為之 此文頗有借古奉金之意 王滬寧試圖為自己開脫罪責 暗指北京當局陷入當前的困境與他無關 將責任推給習近平 至少他也希望在中共日益劇烈的內鬥中 為自己留條後路 此前一位要求匿名的北京官二代 曾對大紀元表示 現在習近平的整個戰略都是王滬寧出的鬼主義 包括中美貿易戰、大撒幣、一帶一路等 王滬寧是三朝師爺 扣拍馬屁、重復旦大學、政治關係學院的一個主任 做到現今的中共高層 6月16日 署名諸葛高參的評論文章說 習近平自從重用王滬寧這類貼身人之後 被外界的印象迅速逆轉 習原本打虎一路順風順水 民心快速聚攏 十九大後王滬寧上位、主長文宣 將習和中共綑綁在一起 極盡吹捧 將習抬起、吊低、又再抬起、再吊低 習近平被搞到屢外不是人 打虎反貪民心紅利一夜清零 習近平本來有一手好牌 但是被打得氣爛 外界認為 在目前中共七常委中 王滬寧和韓正等人 江派色彩龍口 是江澤民和曾慶紅 在習近平身邊佈下的暗器 利用中美貿易戰和香港事件 將習陷於絕境 所有黑獲都由習於一尊的習近平來嗎? 其目前是對習實行遠都只式的政變 逼襲下台 如今習近平已經陷於內外交困 中半親離的境地 接下來的中共五中全會 最高層的權力爭奪戰 會激烈到哪個程度? 尚難預料 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 將會在十月舉行 法學教授張傑表示 本次會議 最重要的是為習近平二十大連任做鋪墊 然而 中共目前 內外交困 黨內對習不滿的聲音沸沸揚揚 令習信心盡失 9月22日 鬧習系小丑的紅二代任志強 被重判18年 外界認為 這是習當局對黨內反對聲音的一種警告 同時也是折射出 習近平在黨內所面臨的危機 時事評論人士鄭中原表示 習近平本來可以有機會拋棄共黨 重整中國 但是他選錯了路 誤以為保住黨就是保住自己 殊不知他在一群滿懷鬼胎的貼身人的協同下 全面左轉 一路狂奔 走的正是一條不歸路 所以靠不知他在這群下機 所以就在那裡 全部都ürü育到 leftэ 禁定 點 與